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大家看到這一張地圖的時候 有沒有 回憶有上心頭 老觀眾一定不陌生吧 這一張地圖就是 秋風的紀錄檔 亞特蘭提斯留住最後一口氣生存的紀錄檔 目前 這個版本我在玩的時候是 1.5 沒錯 你沒有聽錯 1.5 你看外面是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泥土 1.5版本 今天秋風想利用創造之力 把這一張地圖移植到新版本上面 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到樂帶魚 在外面就可以看到珊瑚 直接改造整個亞特蘭提斯 我們開始吧 除了直接移植建築物之外 我們還對建築物先進行改造 把它改成新版本的形狀 因為在1.5版本 連海燈籠都沒有 海燈籠要1.8才正式登入Minecraft啦 那我這邊呢也就順便改造 第一個先改造的就是我們的飯店 飯店的房間呢也徹底改造 把地板換成石磚 牆壁全部都換成石櫻 改造完的樣式呢 有點像是海豚 所以順手也做了一些造型 把這個造型複製到所有的房間 兩側一共10個房間 全部都換成海豚造型的客房 當西側房間完成之後 秋風想要把東側也蓋出來喔 這個在亞特蘭提斯系列 從來沒有蓋出來的建築物喔 東側客房 一口氣也複製出來 當飯店修整的差不多之後 秋風來修整這個主要生活區域喔 這個主要生活區域 在一開始的設計 是分成三個圓球 也是亞特蘭提斯頓 一開始製造的地方啦 那這邊呢 秋風打算把這三個 全部打成一體 其實主要生活區域 留給人走的地方其實並不多喔 而且他左右也沒對稱 所以秋風就把倉庫區 直接複製到了地獄門區這一塊空間 然後重整了一下內部空間 讓內部空間變得比較寬敞 然後順便打通了二樓 就讓這棟建築物變成有兩層樓 上下整合 早期沒有左右對稱 沒有整合好 這一次一口氣給他整合下去 接著呢 這一次搬運地圖 我選擇使用結構方塊 如果對結構方塊有任何不了解的 歡迎去參考之前的影片 那現在秋風呢 把我們的飯店大廳 客房 還有一些走廊 然後那個生活中心 全部都用結構方塊記錄起來 方便我等一下搬運 而且記錄起來之後 可以模塊化 以後我再需要更多的路 更多的支線 想要擴充的時候 都可以從結構方塊裡面叫出來 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設計 接著秋風開了一個超平坦的地圖 在裡面叫出我的剛剛儲存的結構 然後稍微修整了一下 那個我有不滿意 這個對這個建築物還有哪裡要修改的 就在這個超平坦地圖 慢慢的修修修修修修 修改成我想要的形狀 特別是中心生活區域喔 原本只有紀錄上面這一層而已 現在秋風再長出一層 讓它變成兩層樓的龐大結構 在這邊秋風也順便修改了一些 小型的結構 像是轉角 直線 還有溫室 然後把這個十字路口 也一起都做了出來 接著開了一張只有單一生態域 對於溫暖海洋的地圖 把我這些結構 再複製到這一張地圖裡面 這樣我們就很好的把結構 從1.15 搬到這個有珊瑚 有海帶 有樂帶魚的海洋了 亞特蘭提斯 在新版本 重現了 我們依序的把 亞特蘭提斯各個重要的設施 飯店 房間 主要生活區 種樹區 還有後方的溫室 全部都複製到了這張地圖裡面 改造完的我們來看一下前後對比 這是改造前 亞特蘭提斯飯店主廳的樣貌 這個是改造後 飯店主廳的樣貌 飯店大廳改造前 改造後 飯店房間改造前 改造後 附模式改造前 改造後 生活總體區 生活總體區域改造前 改造後 融彈風火台改造前 改造後 種樹區改造前 改造後 溫室區改造前 改造後 最後 最後我們再來整個看影片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要生活區域了 下面的草地花園 還有雪人 都有複製過來 後面呢 是我們的溫室 溫室的範圍比當年大了很多 還有我們的飯店 和從未完成的東廂房 接下來我們再來內部走一走 看改建前後 實際走起來 有什麼差別齁 這邊原本就很窄 然後走到後面這裡 這裡去溫室的地方 更小條了 而且溫室 這邊沒有辦法通過去 我們走到飯店這裡 只有飯店這邊的走道 比較寬敞一點 走起來比較舒服 這個從來沒有實現的東廂房 這個是飯店的內部 房間內部 改造過後 狹窄的走廊 都被打寬了 變得很寬敞 特別是這裡 原本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現在變得十分寬敞 走到溫室的路 這邊也變成了三格寬 這個可以直接到達另外一邊 其中我覺得改變最大的就是這裡了 這裡原本是有一個曲折的道路 這邊直接打通 從主要生活區域 沿著這一條路就可以到飯店區了 上來到這邊我們的飯店 房間也變得比較寬敞一點 客房升級了 到這邊呢就是秋風的改造工程 整個搬到新版本建築物全面升級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主題 歡迎留言在下面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